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ageHK 又是我Leo為大家帶來Pokemon GO的資訊 我的喉嚨是很不適當的,跟大家說一下聲音 如果有看我Pokemon Next GO那邊的話 大家都知道我是捉這個超夢幻的職位太興奮 然後就喊破喉嚨 當時喉嚨就損失了,所以弄到現在的聲音 其實我現在說話也是有點痛的 不過有最新的資訊,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聲音是比較難聽的,真是說一聲,不好意思 Pokemon GO由剛剛開始的時候 已經出了一段宣傳片說它是有對戰 說了兩年到現在,終於肯退出了這個對戰系統 我還以為不了了之已經沒有了這回事 因為在我有生之前是不會在Pokemon GO玩到這個對戰 現在終於是肯退出了 雖然我們遊戲上還不能玩 但是官方已經放了一些資訊給我們了解這個對戰系統 這個對戰系統在今年12月內就會推出了 每個訓練員都會跟其他訓練家打的 玩的方式就是要掃描這個對戰條碼 之後就可以選擇三隻小精靈 我們平常玩的小精靈,即是我們Let's GO那邊 最多是六隻,六對六的全面戰鬥 不過由於Let's GO是手機版的關係 所以它只能做到三對三,對每邊只能派三隻 戰士結束之後雙方都會有獎勵 而且這個神奧之石我相信大家會非常生氣 因為原先結束七天的獎勵會有一顆 現在就變成了,隨機有一顆 它的玩法就變成這裡 因為當你對戰完了之後 是有機會得到這顆神奧之石 所以它是迫著你玩戰鬥的 由於Pokemon Let's GO推出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總會有些人可能是剛剛入坑的 變相打鬥方便 老手,小精靈一定是比較強的 無論是CP值,小精靈的珍貴度 一定是比較多的 為了保持平衡,它製造了三個不同戰鬥階段 這三個就叫做對戰聯盟 不同的聯盟是限制了小精靈的CP值 第一個就限制了1500CP值 第二個就限制了2500CP值 第三個就無限制的,你怎樣打都可以 所以就算它是一條綠毛蟲 也有機會是勝出的 主要是看你的戰術配搭 如果參加中間的CP限制是2500 超過2500CP值的小精靈 是不能夠拿出來參加比賽的 所以大家看到官方的圖片 三隻小精靈都是不過2500CP值的 所以當你參加不同聯盟的時候 可能日後某些小精靈的CP值不能夠升到最準 可能我班上升到最高是3000多 可能到時你要留一堆班 只是附中間的聯盟 也不奇怪 所以日後低CP的小精靈 都有它的作用 很簡單,我相信大家都試過這樣的情況 例如我租一隻班吉拉回來 CP值很低 可能只有100多或10多 但它的IV值是100 這些用太多的星層和太多的candy去強化 即是很扔本 可能大家都會放棄 直接送給博士 免得留在這裡 但如果你要參加1500的話 這些就是寶物 因為如果有一隻百多的星上升 升到上去班吉拉可能也未必會過1000 或者剛剛可能1200或1300 你強化多一點 你不要超過1500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到時應該是寶物 所以大家開始 看到一些低CP 但高IV的小精靈 不要那麼心急扔掉它 留下來 特意儲蓄 拿它們來帶這個1500的聯盟 我知道有不少玩家聽到這裡 是很後苦扔春的 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跟你們一樣 我自己也扔了很多 是低CP但高IV的小精靈 我猜不到現在會有用 之前無論我們在團體戰 又或者普通打道館 只不過拿著手指弓 不斷按 然後是出招 最多都是向左向右 其實技術性來說不高 但這次就多了一些新的東西 在戰鬥的時候 玩家可以使用一般的招式和特殊的人 除此之外 只要能夠用星星殺 又或者小靜的糖果 就可以解鎖第二招的特殊的人 聽清楚 是終於 一隻小精靈 可以有兩招的特殊的人 至於解鎖的人之後 是永久性還是過一場戰鬥 即是限於那場戰鬥 這裡官方沒有說到的 我的希望當然是前者 解鎖了後多一招 不用太煩地去搞盡腦汁 例如我斑吉拉 我覺得雙咬有用的 但是這一招的 也有用的 也有用的 不知要哪一招 現在有這一招就方便很多了 一隻小精靈可以有兩招的特殊 我喜歡用哪一招做哪一招 適應我打不同的小精靈 這次的戰鬥系統 多了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防護罩 這個防護罩可以防禦對方的招式 是一個很好用的 因為防護罩的傷害 官方說明是可以防護罩的 不過這個防護罩使用的廁所是有限的 用完之後 小精就可能沒辦法招架對方的攻擊 所以要在一個很適合的時候 去到用 什麼時候用這個防護罩 都是一個策略 究竟一開始 就不管三招用了 還是保留實力 到最後才用呢 這個就看你自己到時如何運用 這個防護罩應該會是 是戰鬥的關鍵所在 那先說一下怎樣戰鬥 如果你是普通在街上看到人 例如我在街上看到阿俊 我看到他在玩的 我跟他五腳 我跟他一隻招 那你跟他就要很近距離才可以打 但例如我跟Elly是很友善的 在遊戲裡面已經是馬擊的好朋友 我們就不需要理會的距離 無論隔多遠都可以 例如Elly在美國 我在香港 我跟他在馬吉 都可以進行戰鬥 但我跟阿俊 這些不想超級的 就這樣在街上看到 啤啤啤啤 然後這樣 三不識七隻招 就一定要很近距離 才可以做到這個對戰的效果 另外就是如果想學對戰的技巧 其實可以找我們三個隊長 進行訓練 只要跟隊長進行訓練 就會得到星星沙 以及一些強化小型的道具 但是一天只能拿一次 如果累積這個廁所 就有機會拿到精英訓練員的獎章 即是我們平時拿到的 例如雷膚蛋 捉三隻比卡超 不知道五十隻 還是幾隻 很小隻的小哥達 這些獎章 至於這個獎章 有沒有用呢 暫時還未知 因為有時有些獎章是有用的 例如我們捉龍屬性的小姐姐 捉九五十隻 是會有一個獎章的 那個對於我們捉小姐姐 是會加強捕捉的機率 但是到時會不會 這個獎章 會引致我們訓練員的等級 會引致我們訓練員的等級 令到小精靈 可能在輸出上面 有更加多的成效 這些數據暫時未知 官方只會這樣說了有這件事 到時真的有的 會再拍片告訴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這個 神奧之石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不停跟朋友對戰 但至於有沒有參加 哪一個聯盟的機率會有多一點 這裏就沒有說到的 所以都是一切要等它出了 正式推出才知道 不過也建議大家 現在開始儲存一些低CP 但高IV的小精靈 絕對是有幫助的 好了那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裏 喜歡就給我按讚和分享給大家的朋友 這個月內就會推出的 我們到時晚中期待 一出我就會示範 戰鬥系統給大家看 或者我到時拍一些 技巧心得 的複雜等 究竟什麼時候出 Pokemon GO 還有最新的資訊 或者攻略 都會拍片告訴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